那因為事實上剛好那個8月份營收剛好公佈結束 所以我覺得還是回歸到一件事情 因為有時候大家在看那個相關供應鏈的時候 有時候都會比較偏向題材性來做思考 就是我有出貨給他 或者是我的東西跟他差不多 那感覺股價就會去做反應 但是因為這個時候是反彈的走勢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回歸到 基本面的一個整體的表現上面 那當然基本面最好去做觀察 就是在營收的表現 所以剛好公佈完 所以8月份的營收如果是三成長 所謂的三成長就是比7月份成長 這個是MOM 比去年的8月份成長這個是YOY 那同時呢1到8月份 它比去年同期做成長 月增年增 今年的1到8月也比去年的1到8月成長 對那這個就是所謂的三成長 那另外就是上半年要有獲利 這個代表就是公司至少有一定的體質存在 那另外呢 因為現階段台北股市都還沒有連月線都還沒有站穩 那如果它的股價能夠回到基線之上 那這個是強於大盤的一個表現 那當然股價強於大盤 它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它的套牢賣壓比較少 對因為如果說你是那種跌很深的 那原則上你在反彈的過程當中 都會遇到解套的賣壓 那如果說它的股價相對強 那相對來講 它的那個解套賣壓其實就會比較少一點 那第三個就是股價最近一周漲幅不要太大 因為如果說你的股價已經大幅度往上去做公高 那當然就不是跟著大哥走了 那等於是你拖著大哥在往前跑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大家可以去做關注 就是這三個條件去挑選有機會受惠的一些個股